第一百六十集 我让你们走了吗 一时间 众人都愣住了 这个家伙不按照常理出牌啊 不管众人怎么想 反正撕裂着机器人接到的命令 是杀了这五个人 自然不会迟疑 沉重的身子瞬间加速 出现在一个明镜大城的男子面前 找死 看着撕裂着机器人的速度 那个人也是一愣 然后瞬间拉开了架势 一拳击出 狠狠地和撕裂着机器人碰撞在了一起 砰 咔嚓 一声闷响 伴随着清脆的鼓裂声 男子一连后退了十来步 撕裂着机器人纹丝不动 立盘高下 那个男子的手臂 直接呈现不规则的扭曲 手肘处鲜血淋漓 一块断裂出的骨头 从手臂内戳了出来 呃 让是男子经过了严苛的训练 也是经受不住这么痛苦 抱着手臂惨叫起来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人 一击就废了我的王牌 廖天华震惊地站了起来 这三个人身为明镜大臣的高手 浑身力量集中在一拳上 怕是不下于六百斤 但却被人正面硬碰硬地 把手臂打得破碎 这三线帮会之内 居然还有这样的高手 众人震惊了 但撕裂着机器人 可不会迟疑 大不留心地赶到男子面前 伸出了宽大的手臂 捏住男子的脖子 好凉啊 这是男子死去的最后一个念头 感觉那手如同铁石一般 砰 撕裂着机器人收回了手掌 任由男子软绵绵地身子滑下 倒在了地上 不好 对方也是无辙 而且修为不弱 这一切说起来很长 但却只不过是 几秒钟的事情就结束了 此时众人才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 剩下的四个人如临大敌 两个中年人从背后抽出了一把长剑 警惕地看着撕裂着机器人 这两个中年人是一对双胞胎 两兄弟的境界都是半步划进 但是凭借心意相通 与一套两仪剑法 就算是对上画进初期的宗师都能自保 两人顿视野 然后毫不犹豫地向着撕裂着机器人扑了过去 一举一动 都如同在偏然起舞一般 赏心悦目 但一道道闪烁着寒光的剑影 却让人们知道 这赏心悦目之下 隐藏的是浓浓的杀机 撕裂着机器人毫不畏惧 双手出一阵变换 一根十来厘米长的尖刺露了出来 被宽大的黑袍笼罩 倒也没有让众人起疑 两位中年人的剑也不一般 乃是提炼出来的特种合金 用古法锻造而成 用尽全力之下 甚至是几厘米粗的钢筋 也能够轻易斩断 争 当当 一阵阵金铁交接声传来 双方的速度快到了不可思议 只见一条条的爪痕剑影 在双方胶手处闪现 伴随着点点火星 两个中年人拿剑的手臂 已经开始颤抖起来 虎口在一次次碰撞中 已经撕裂开来 剑刃上出现了一条条 米粒大的裂缝 撕裂着机器人 电子眼一闪 瞬间就抓住了 两个人剑法中的一处破绽 而后 本来就很快的动作 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 而且不仅如此 爪子上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大 不好 快挡住 两兄弟大吃一惊 自己两个人的合击剑法 居然被对方看透了 两根尖刺朝着两个人的脖子处刺来 两兄弟亡魂接冒 拼尽了全力把剑横了过去 挡在了脖子处 当当 两声轻响 撕裂着机器人 朝着另外两个人杀了过去 两兄弟的脸上露出了如是重负的表情 总算是挡住了 但为什么感觉到 自己身体中的力量正在流逝呢 低头艰难地看了一眼 两把坚硬无比的剑上 一个只有筷子大的小孔 是那么的显眼 赫然是撕裂着机器人 硬生生地用尖刺 直接破开了两个人格挡的宝剑 随后一击必杀 金三角看着心里发寒 心中充满了侥幸 还好 当初没有和这个人死磕到底 太吓人了 自己强大就不说了 人脉圈也强 现在一个手下居然也强得变态 金三角的心里默默地演练了一遍 发现要是自己上场 估计与死去的两个人没有任何不同 同样为之惊讶的 还有五龙帮的熊万臂 看着两个中年人 颇为不凡的身手 但是却在短短的一两分钟之内 就被格杀了 这对熊万臂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门街看着场中的打斗 换位思考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胜率不足三成 好险呢 还好我没有趟这趟浑水 不然今天 我别想在这个人面前全身而退 更别说 一旁还有一个更强的人 正在虎视眈眈 这是门街不知道 场中的黑袍人乃是机器人 外表刀枪不入 坚硬无比 但却不缺失柔韧性 要是知道了 门街就不会说 自己有三层的胜率了 实际上 门街的获胜率几乎为零 怎么可能 杀了他 你们回去杀了他 要是杀不了他 我就杀了你们全家 廖天华 看着两个保全公司的顶尖宝卫 居然要不战而逃 站起来威胁说道 盛怒之下的廖天华没有发现 在这一句话说出之后 后方一群手下 看着廖天华的背影眼中 阴晴不定 只要你们能够杀了他 我给你们一个人 一千万的奖金 廖天华也反应了过来 这种话 自己心里想一下就行了 怎么能够当着手下的面 说出来呢 然后快速地补充了一句 安慰人心 两个青年对视了一眼 闪过无奈之色 冲着撕裂者机器人冲了过去 显然已经是抱着 必死的信念了 自己要是逃走了 那么我的父母妻儿 绝对会被报复 只有死站在这里 自己的父母妻儿 才能够安稳地过一生 两个人默默地想到 一语不发 向着撕裂者机器人冲了过去 北风的目光一闪 流活的 撕裂者机器人不会迟疑 北风的指令不管是什么 撕裂者机器人都会执行 手指处的尖刺消失不见 拉开了一个架子 瞬间闪电般地两拳击出 两个明镜大城的年轻人 就倒飞了出去 滚落在了一旁 挣扎着 这却是撕裂者留守了 否则全力地一拳下去 直接就能够把两个人击穿了 好 好得很 但是你别得意 总有一天 你会落在我的手上 廖天华的瞳孔一缩 看向坐在椅子上 慵懒的年轻人 说了一句 意味不明的话之后 就准备带人离去 北风打了一个哈欠 懒洋洋地说道 我让你们走了吗